自测血压有哪些注意事项 医生提醒 不懂这三点知识或等于白测 王女士今年54岁 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高血压的症状 在检查身体时也没有出现过血压升高 体检实测出的血压一般在收缩压120毫米拱柱 舒张压80毫米拱柱左右 但由于家族中长辈都有高血压病 自己也年岁渐长 医生建议王女士生活中经常监测血压变化 王女士为了监控自己的血压水平 自己买了血压剂 这天上午王女士在家中测量血压 却测出了收缩压145毫米拱柱 舒张压70毫米拱柱 王女士十分紧张 中午吃饭前她又拿出血压剂测量 得出了收缩压140毫米拱柱的结果 而随后王女士到小区的诊所测量的血压值 又回到了收缩压120 舒张压80毫米拱柱 虽然只有两次血压值增高 王女士也十分焦虑 认为是小区诊所中测量不准 并坚定地认为自己已经患上了高血压 并来到了医院要求医生给自己开具降压药 医生听了她的描述后 除了告知王女士高血压不能仅通过一天中的两次血压水平升高就确诊 还仔细询问了她在家中测量血压时的操作细节 王女士听了医生的讲解后恍然大悟 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在家中观察一周并正确测量血压 这一周 王女士的血压水平又回归了正常水平 那么医生到底向王女士讲了什么 在家中测血压时具体有哪些注意事项 一、有效测量血压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在家中测血压时 除了需要熟悉血压剂的使用方法 还需要注意每个步骤中可能发生的问题 细小的差异就会引起血压的波动 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下面我们参考最新临床实践指南 从测量血压的时间 患者采取的体位和测量血压的位置三个方面依次解释 一、测量血压的时间 建议每天早晨和晚上各测量一次血压 为了获得可靠的数据 应连续测量两次血压 并且每次测量之间应保持一到两分钟的间隔 最终结果取两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若两次读数之间的差值大于10毫米拱住 则需要测量第三次血压 最终结果为后两次读数的平均值 在每次测量血压之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中国的高血压实践指南中建议 为了确保血压测量的准确性 受测者在测量前应静坐三至五分钟 以平稳呼吸和心率 同时测量血压前的30分钟内 应尽量避免剧烈的体力活动 不摄入酒精以及含咖啡因的饮品 停止抽烟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血压剂测量结果 另外测量环境应保持安静且温度适宜 因为寒冷环境可能会导致血管收缩 进而影响血压的测量结果 病情不同的高血压患者 进行血压水平监测的频率和时间也不同 对于已经有效控制血压的患者 应在每周保证一至两天进行血压监测 出诊或血压未得到控制的患者 每周至少要连续进行三天的血压检测 血压检测时间推荐早上在早餐和服药前 排空膀胱后测量 晚上测量血压 在晚餐前进行 或在睡前一小时内测量 二测量血压时的体位 血液是流动的 高血压患者测量血压时需要静止 座位放松 双足放松 平放于地面 上臂要平放于桌面 血压记得锈带中心与心脏同水平高度 测量血压时 如果手臂放置在心脏水平面以上 会导致心脏射出的血液对手臂血管的冲击力变小 此时测出的血压会小于实际的水平 若将手臂位置置于心脏水平面之下 心脏泵血至手臂的力度会相对增加 这可能会导致测量出的血压值偏高 对于患者身体状况较差的情况 也可以平躺位测量血压 要求手臂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线 上臂自然放松 观测血压波动时 应保持相同的测量方式 除了传统的水银血压剂测量 也可以使用电子血压剂 除了体位变化会影响测量血压的准确性 坐姿不规范同样会导致测量血压值的波动 例如 测血压时应避免双下肢交叉 翘二郎腿测量血压得出的结果 会比平放双腿测量的血压高 产生的差异足以使患者和医生对血压情况误判 因此要注意体位的正确摆放 避免因为体位摆放不正确 引发的测量血压偏大 3.测量血压的位置 测血压的位置通常是肘部 测血压时应该选择血压偏高的一侧 在刚开始监测血压时 可以记录两只手测量的血压 之后选取血压水平较高的一侧进行测量 测量时应保证肢体放松 佩戴袖带应位于肘窝以上 约2至2.5厘米处的皮肤表面 指南中提出 在测量血压时应充分暴露皮肤 或者覆盖单层衣物 不能将袖子挽起 特别是天冷的季节 应将厚重的衣物脱掉 而非堆积在上臂 衣物堆积不仅会使袖带下缘 靠近肘窝触过境 还会起到压迫血管的作用 引起血压值测量的不准确 袖带的中央应处于 宫动脉的表面 即在上臂和前臂之间 凹陷的横线处 袖带位置的准确 有助于精准 规范的测量血压 以上三点是在家中测量血压时 需要注意的细节 在以上测量方法的指导下 可以正确地开始测量血压 但除了需要知道如何测量血压 也需要解决测血压会引起的误区 那么测血压有哪些常见误区 二 常见的测血压误区有哪些 血压是指血液流动时 对血管壁的压力 常见的血压仪通过向袖带里充气 压缩血管和缓慢舒张的方式测量数值 所以有的人认为锈带压迫血管的压力 需要足够大 才能更准确地测量出血压 如果锈带绑得太紧 血压剂在冲击过程中 不需要太多的压力 就能达到被测者的血压水平 这样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偏低 同理 绑带过松冲得气过多 会导致测量值偏高 可以通过晃动锈带 不会自然落下 又会在晃动下移动的松紧度 几乎就是能量指伸进锈带的适宜程度 正如前面影片中提到的 王女士在同一天中测量出两次升高的血压 虽然王女士的测量方法有误 导致了血压测量值的升高 但其实即使是一天中两次 血压水平的升高 也不能证明高血压已经形成 这是因为正常人的血压是会发生波动的 这种波动性成为血压变异性 正常血压的昼夜变化节律为双峰一股 即清晨时血压持续上升 随后血压下降至15点至16点 血压二次升高 到达第二个峰值 而后逐渐下降至凌晨0至3点 清早醒来前又逐渐上升 如此循环往复 测量工具也会影响血压波动程度 现在穿戴性电子装备越来越多 例如越来越多的人 通过穿戴智能手环的方式来监测心率 呼吸等生理数值 认为这种仪器能够在任何时间测量血压 智能程度要优于上臂测压仪 但是经过实际使用后 却发现利用这种血压剂测量的血压波动 大于上臂在静止状态测量的血压 智能手环测血压的出发点在时刻监测血压 但只有在手环对准动脉位置时 猜测的准确 因此医生依旧建议使用上臂式血压剂测量血压 测量血压有很多讲究 那么在正确测出血压后 如何处理异常的血压 如何判断可以在家继续观察 还是必须立刻看医生 三 如何判断血压异常是否需要立刻就医 对于偶尔发生的测量血压数值偏高的情况 可以综合考虑是否为生活环境因素引起 可能与近期有过情绪激动 剧烈运动或饮酒有关 此时需要密切观察血压变化 在安静状态下多次测量 若血压回归正常范围内 一般不需要去看医生 但若多次测量的血压都超出正常值 要及时就医 首次发现血压升高的患者 需要看医生 与医生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断 如果确诊为高血压 也需要确定高血压的病因和严重程度 在测量出高血压的同时 伴有不适症状时需要及时进行治疗 高血压是一种沉默的疾病 如果同时伴有头痛 心剂、胸闷、视力模糊等不适症状 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把器官损伤的表现 为防止病情恶化 需及时就医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寻求医生帮助 那就是在已经确认了高血压后 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 经多次监测血压依旧升高 一天血压正常波动在30毫米拱柱内属于正常 当一天中血压波动超出这个范围时 应尽快到医院测量血压 看是否为操作不当或是疾病恶化 在家中测量高血压是初步诊断和日常监测的重要手段 精确地测量高血压对高血压的日常管理 提高血压控制有效率有很大意义 而在家中测量血压时也需要注意测量血压的时间 测血压时摆放的体位和血压机放置的位置 出现血压异常情况时需要及时排除 测量因素导致的误差 争取得到最精确的数值 这对早期介入高血压治疗 及时控制异常血压都有积极影响 高血压患者应重视血压监测 维持稳定的血压 才能将高血压对人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